大家好,我是陪你看剧帮你排雷的女司机星星 横坑排雷包安里吐槽认准女司机星星 从前有座林剑山热度不下 开创沙雕修仙仙河 史上最惨男主王露在这部剧里诞生了 为了打通命脉 王露被迫跟实力差距悬殊的师姐小琉璃公开比武 小琉璃武力之高强 不说以一抵百 抵食是没问题的 面对来势汹汹的黑衣刺客 小琉璃一把长剑捂得滴水不漏 王露却只有赶紧逃命的份 比武当天 王露对小琉璃的头发生出了魔爪 这一碰不得了 就我头发不能忍 抱起了小琉璃将王露捶得不能自立 就在大家以为王露必输无疑的时候 擂台忽然消失了 原来王露趁小琉璃失去理智 热海云翻给了顺衣服 将擂台移走了 赢了比赛 打通了命脉 王露终于可以开始修炼无相见骨了 但最惨男主还是你最惨男主 好好的修炼到了他这里 变得面目全非 万万没想到 修炼无相见骨要不断打碎筋骨 挨最毒的打 修最牛的弓 短短时间里 王露就念起起瓶颈了 突破瓶颈不容易 好在有青云风可以试炼 王露打得一时二秒好算盘 既在青云风得到诸果 炼制撞骨丹 还要借师父王露之手 除去海云翻的敌人 深山老林寂静无人 反派肯定不会错个这个好机会的 一进青云风 王露就加深了他的学霸人设 第二天 代表着试炼结束的赤炼果出现在入口 哎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王露太惨实锤 空灵根出身的王露 在修行路上注定银路坎坷 但是他有裤短的同门 出色的师父 想必一定会成大事的 我是女司机星星 点击关注爱我不要停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